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13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乔安 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定禅创办人 也是钟领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静祥张讲师 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现在是接近我们农历过年大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 今年的过年好像似乎早了些 那么所以现在有很多上班的人就开始在计划 这个过年应该怎么过 这位听众朋友还有一个提问 也刚好趁这个机会来请教讲师一下 他说讲师您好 现在过年因为很多上班族都会选择出国旅游 因为要到这个时候才有比较长的假期 而且如果出国旅游也不用去挤这个春运的高峰回老家 但是如果出国旅游我们就没有回老家陪父母家人团聚 我们就非常的纠结哦 因为辛苦了一年可以去放松的旅行的机会真的很不多 所以到底我们是应该要挤这个春运的高峰回老家陪父母一起过年呢 或者是我们是可以小家庭或者一个人出国旅行去呢 请问讲师 这个现在的很多人都是利用过年假期比较长嘛 然后就席家带眷 然后一个小家庭出国去玩哦 对 这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这个模式啦 但是我想很多人都有感慨感慨说 现在在这个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淡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呢 是体会过以前那种过年热络的那种气氛的人啊 特别会怀念以前的过年啊 那现在的小孩子长大 反正他是每一年过年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打打牌 要一些红包然后呢 去打打电动什么的 就是比较不了解这个中国的习俗的重要 对不知道 各位比如说这个基督教 起码他们也知道说圣诞节 四个他们重要的节日嘛 对 对不对 平安夜开始就开始庆祝了嘛 是 然后到圣诞节的时候 宰歌宰舞还可以唱诗歌 对不对 还可以去拜访左右邻居 然后呢去跟他们祈福 也是相当好玩哦 对 那作为一个这个中国人啊 一点里面呢 可以说过年就是最重要的节日了嘛 没有一个再比这个更重要的节日 为什么这么讲过年是重要的节日 因为我们只是觉得说过年的假期比较长 真的不知道过年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过年就是旧的连接到新的连的那一刻 我们现在的人老是讲跨连跨连 跨这个西洋的连 没有人在跨中国的连 你看这个是多可悲的事情啊 这个西洋的跨连的时候倒数的时候 比如说2016年最后一年 然后迎接2017的第一个时刻 对不对 好像很重要哦 为什么叫2016呢 就是耶稣出生到现在 2016年结束 开始迈入2017年 也就是说这个连呢 就是以耶稣诞成为计算的 哦 是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呢 中国的连 它也是旧的连跟新的连相交接的时候 但是中国的这个连呢 它是别具意义的 就是旧的太岁跟新的太岁 所交接的关键的时刻啦 讲是那个 你刚刚在讲说20162017 我们是以基督的生日 然后这样子来计算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农历年 你说今年谁是太岁 我们都搞不清楚 它是轮值的哦 嗯 我们有天干地之相成之后 有60嘛 60唯一甲值嘛 是 那么每一年 都有一个轮值的太岁 就是在天上 有一个天神 他是主宰今年的祸福吉凶 全部是他所主宰的 是 所以有所谓做太岁啊 冲太岁啊 有没有 嗯 这个冲太岁 譬如说今年的太岁啊 假设是属友 那么 毛友相冲嘛 哦 今年如果是子怜 你是属舞的 属马的 就是相冲的嘛 哦 对 这个我就搞不懂 我只知道说生肖 明年再来是基年嘛 那冲的就是 属鸡的 那个叫做太岁 哦 那个做太岁 太岁有这么大 然后你做太岁呢 也有一点 犯太岁的意思 哦 所以那一点运也差一点 是 这个犯太岁还不怎么差 冲太岁更差 哦 所以是对冲的嘛 哦哦哦 对 那所以 好深哦 太岁是很伟大的 是很伟大 譬如说我们坐桌子好了 嗯 这个有一个我们很景仰的人 很大很大的人物 坐在这个大大的位置上 是 那你不要坐在他的正对面那个位置 你会觉得这个煞气隐隐而来啊 哈哈哈 各位听众朋友 像位置往左边挪了一点点 各位就像天子 我们古代的皇帝来说啊 皇帝坐在一个大大的位置上 然后这云桌很大 你刚好坐在他的正对面 这就是冲的感觉啊 是 不是很好受啦 嗯 对 对 然后 这个一年的太岁相交接啊 相交接的时候不是只有太岁交接啊 太岁所率领的下面的群神 全部都在交接嘛 都在交接 对对对 大大小小的神啊 各位我们那 哇好大的阵仗 祭祀哦 要祭祀山有山神 水有水神 连井都有井神 对不对 阶有阶神 对啊 门有门神 树有树神 这个古代就是武士嘛 嗯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全天下的所有的这些 建察人间的这些群臣全部换办啊 是 那 就要趁着这个太岁交接的时候 我们地球是绕着太阳跑的 这个轨道呢就叫做黄道 那么这个 因为地球有偏23.5度 嗯 它的轴心 是有偏一点点 所以它 绕一圈的时候才会产生春夏秋冬 是 如果它没有 偏23.5度的话 它怎么绕啊 都一样 对 温度都会一样的 它就不会有不同 你看我们有四季 是 有了四季万路才会生长 就因为这有23.5度 所以就因为老天爷在照地球绕太阳的时候呢 地球的轴心线有偏了23.5度 是这样 对 所以各位你注意啦 你比如说 夏至的时候 太阳在什么地方 冬至的时候太阳在什么地方 这个夹角 因为23.5度乘2嘛 刚好46度 哦 好 那么春分秋分的时候呢 就刚好在中间 哦 嘿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夹角的问题 是 那所以呢 因为有这个夹角 再加上这个黄道的悬熬 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个48节 有24节气 24节气 对 那24节气就是把这个 乌幻星移 从一个圆轴把它分成24段 好 来记录它的气候的变化 由冷掉热 由热到冷啊 网络上也有 这个听众问我24节气的问题啦 其实说穿了呢 就是温度的变化啦 嗯 温度的变化 温度变化怎么来呢 春夏秋冬嘛 春夏秋冬怎么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轴线偏了24 23.5度 嗯 因为我以前学过这些形象学啊 嗯 那么 这个黄道 的背后 哎 这个天体 就是我们这个银河系嘛 是 所在的这些 形象 在中国就是28星秀嘛 是 在西洋呢 是把它分成12等分 叫做12星座嘛 啊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啦 12等分三星座 好 这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啦 嗯 好 那么 过年这一年 就是整个 这个地球绕着太阳 回到原点 老天 创造了这个地球 宇宙万路都他创造的 这么样一个有生命力的地方 他派了百官 天神 来检查 来护佑 来管理 那这些天神大多数都是过去曾经在这个地球上活过 而且丰功伟业的人 对人类有贡献的人 作为天神 嗯 就对我们这个星球充满了爱护 是 都是一些正神 是 他们来管理 呃 然后呢 我们要趁这个时候他们交班嘛 我们就要感谢啊 感谢 这个去年护佑我们一整年的所有的满天的这个 这个神佛啊 然后呢 要迎接 下一班接班的人 的神仙嘛 对不对 所以 这就是过年的时候 不是晚上除夕夜很盛大的祭祀嘛 就是这个东西的由来嘛 是 那 这个迎太岁 送旧的太岁 迎新的太岁嘛 是 对不对 然后呢 趁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是要来 要要押税钱 哦 押税钱就是这样 押太岁 押太岁 怎么样叫押太岁 各位太岁这么伟大不能押啦 太岁头上不能动突 动突 那不是常常讲这个太岁吗 太岁虽然很小 你不要说太岁比官司英小 比如来佛小 还是比玉皇大帝小 各位小龟小它却离你最近了 就轮值的时候它最大 比如说我现在住在中岭山哦 行政院长对我也很远啊 对不对 立法委员对我很远 县长对我也很远 诶诶诶 我跟你讲你不要小看那个里长 那个里长啊 动不动每天都可以管着你 对 对不对啊 对 这个太岁就是这样 你不要说它小 对 它可不小 它就天天管着你 对不对 所以呢 做到太岁的呢也好 冲到太岁的呢也好 大家呢就要来 找个有福德的人 分他一点他的福德 来增加我的福气 来毙掉一点 今年太岁给我的煞气 各位太岁不是刻意给你煞气 太岁是爱护任何人 但是它金光闪闪啊 它这个气宇喧昂 它的正气灵然哦 对 我们这种这个 心思常常阴阴暗暗的人 我们难免啊 阴气就是会被阳气所震慑 嗯 所以啊 刚刚好你又坐在他最前面 他眼睛一张开就瞪着你 对不对 所以充太岁 那这个情况 我们要去找一个 家族里辈分最高的 这个生活的最幸福美满的 或者是亲族里面贵人 或者是邻里里面正能君子 我们要去跟他要一点他的福气 要一点他的福气 怎么叫做要福气呢 就是要压岁钱 压岁钱的意思就是 我们去跟一个老长辈 也许90岁 也许100岁 啊那种人 你一看你就喜欢 对不对 各位能够活到那样年纪的 没有一个坏人啊 对 坦白跟你讲 都是心地非常的宽厚的人 不然活不到那时候啦 是是 然后呢 给他举个功 如果他辈分很高 我们辈分就要跪下来 跟他拜个年 讨个吉利说几句吉祥话 摸摸你的头 光光摸摸你这个头 福气到你身上来了 有福气了 对不对 比活活了吗 给你摸了 还要幸福了 因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家人嘛 对不对 外面的人再怎么伟大 没有自己的长辈来的亲切嘛 是 然后呢 不论钱多钱少 各位你就是要他跟你说几句 祝福话 是 各位这个长辈祝福话很重要 是 这为什么很重要呢 各位你知道吗 以前那个朱元璋啊 一开始是乞丐 他后来做了皇帝 对不对 但他就是皇帝命啊 可是呢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老其清苦嘛 所以先当乞丐 对啊 从乞丐开始的 做乞丐的时候 他本来就是 天上的这个星斗下凡 要来治理中国的呀 所以他这个 古代的皇帝经口一出啊 就是天命 那他有一天呢 就是这个乞丐嘛 身体很脏嘛 长了拉力头 没地方睡 居无定所 他就在农田里面呢 睡着了 但他的拉力头啊 有很多苍疤嘛 头被那个花生 给扎到痛啊 痛的时候他爬起来啊 他就对了这个花生嘛 当时的花生是长在地上的 他说你这个死花生啊 你怎么不长到地下去呢 你怎么把我头弄痛了呢 他这么一骂 隔一年所有的花生 全长到地下去了 那我现在花生还在地下 所以我们今天要吃花生都得挖啊 以前不用啊 以前在花生的头那边拔一拔就好啦 好现在都得要去挖 这种有福德的人讲一个话 往往就要应验啊 哦 这是不得了的啊 是 这个在以前呢 还有一个家伙 他学很多法术 他的大献一到 大献一到 大献一到的时候 有一天就开始打雷 他一算不得了 今天就是我该要命上皇前 要回去报到的时间了 他又很不想死 然后一直躲那个雷 一直躲一直躲 然后呢 刚好看到了这个皇帝啊 虽然是为虎出巡啊 但是他一看 就知道他这是皇帝啊 就躲在他的旁边 上面的雷神要打他 就投鼠祭气啊 到底要不要打 把那个天命给打死的话 那我这下可犯大天条啦 对不对 在旁边一直打他 一直躲在旁边 然后他跟这个皇帝呢 要他开金口 要他饶他便死 对不对 他就想了个办法 这个皇帝果然开口来说 哎呀 这个祝你啊 长岁百年 长岁万年啊 他一想 马上跪下来磕头 谢主隆恩 他这下可好了 他这下便死了 还可以活很久啊 是啊 有福德的人讲话 我们就是要 哄他开心 我们跟他多说几句吉祥话 我们就等他给我们回应几句吉祥话 把那份祝福收起来 他就说哎呀你这个乖孙子 你以后啊 会很有出息啊 身体会很好 你会幸福一辈子 是 赶快跪下来 扣恩啊 所以这个不管他的红包多大 意义在这里 这份祝福 里面就算装一块钱 对 这都不重要 是 重点不是钱 是 重点是他摸摸你的头 跟你讲几句吉祥话 这个之前我们呢 也要满心喜悦的祝福他 长命百岁 活到一百二 对不对 对 他也会满心祝福我们 小孩子 全家和乐 小孩子聪明 伶俐 对不对 是 升官发财 娶到个好老婆 找生贵子 他才会跟我们讲这些话 是 这个就是过年的当天啊 要开始要压岁钱 不只是过年当天 初一初二 只要是出门 去见到这个左右邻居 总找那个罪长者 嗯 去要福祿詹喜器 福祿詹喜器 对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要压岁钱 要福祿詹喜器 现在的人小孩子不懂这个事情 跟父母要压岁钱 跟长辈要压岁钱 打开一看 没有三百块 没有五百块还生气 对啊 对不对 那就折损他的福祿啊 嗯 你要一块钱都要满心感恩啊 你挤你的福 就跟挤一个铺满一样 你知道吗 挤你的感恩啊 挤你的喜悦啦 挤你这种 对人家的善意啦 家族的人 趁着这个过年的时候啊 大家互相拜年 互相拿拿红包 对 就是这个意思喔 对 那么 这个是过年的当天 我们要拜拜 我们要感谢救胎税 我们要迎接新胎税 那么 还有一个事情很重要 过年的时候 就是 我们的列祖列宗 他也许 有一些福德比较好的 会当天神 天人地狱 而鬼畜生为六道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人道 天道里也许有我们的祖宗喔 嗯 地道 鬼道 也许有我们的祖宗啊 是 对不对 是 那么在地狱里面的我们的列祖列宗 那时候呢 也是他们放假的时刻 他们可以到阳间来跟家人相处的时刻 那你说这重不重要 重要 分离多久的列祖列宗 在过年地球的这个黄道 重新回到原点 每一次原点太岁交接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假期啊 唯有这个假期可以来探望两间的人 对他们来讲重不重要 很重要 非常重要 是 各位就像 这个当兵当好久的人 掉到外岛去 然后一连才回来一次探望一下 你看他的心情是不是很激动 是 很激动嘛 是的 祖先回来看我们家人 所以我们那时候祭祀一定要祭祖先 对不对 对 跟祖先报告儿孙的种种的状况 感谢祖先的忽悠 这个要是没有祖先过去的德哲 哪有今天的我们 各位我们是不是要讲讲感恩的话 对 对不对 因为那天祖先都回来啦 你不要看聚餐的没几个人 祖先的都回来啦 嗯 然后祖先回来 他的儿孙还散落在四处 对不对 是 他们要这边看那边看 是 问题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对不对 是 而且祖先很多啊 叶祖季中那么多 也许这个先到也许那个先到啊 是 好 因此 这就是解开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守睡的原因啊 哦 为什么你不敢早睡 为什么古代的这个孝子 烈孙 为什么不敢早睡 捨不得早睡啊 不是不敢早睡啦 对不对 哦 然后呢 那天晚上呢 就是跟长辈拜拜年 然后大家呢 围在一块聊聊天 聊聊家常 然后准备丰盛的饭 韭菜祭祀丸 对不对 祭祖先的时候完了 我们大家团圆 团圆的时候 我们心里 就要想要感觉啊 那是列祖列宗正在看着我们全家和乐的气氛 对不对啊 就好像他们就在我们旁边 现在呢 就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个过年 然后呢 这个天神交接 交接呢 新的也正在检查人间了 旧的呢 也还在人间啊 所以你看各位啊 这是多么重要的时刻啊 这个时刻 不是耶稣降生 也不是如来降生 也不是孔子降生 这么简单诗人的一个问题啊 这是整个天地人三朝 共聚一堂的关键时刻 天神大换班 整个地域的列祖列宗 跟人间相聚 天地人三朝聚会的关键时刻 你不觉得这更值得激烈吗 好重要的时刻 你不觉得这个更有意义吗 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此时此刻 过年这天 千万不要骂小孩 千万不要斗嘴 不要吵架 为什么 因为你的祖宗好久才回来一次 就看到你们吵架 各位 就好像我们的小孩已经 单家里已经离开很久了 然后我们好几年 好几年没看到他 我们现在要回去看他 我们一回去他们夫妻俩在吵架 他们在骂小孩 他们在打狗 这个意思好像是要赶我们出门耶 嗯 各位不是这样吗 对 我们这个两个夫妻俩 如果呢 我们的父母今天要来看我们 我们不欢迎他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就来吵架吧 那个 不要讲你的父母了 你的父母我看你们一吵 他一定是摇摇摩托托地走了 肯定是你不欢迎我 如果邻居有人来 你们两个就吵架 是不是表示你不欢迎邻居啊 好 不然今天有一个贵客来 我们就打狗 吐痰 哈哈 是不是下足克令呢 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那天一定要和和气气的 大家开开心心的 那么为了要延续这个气氛 所以我们吃饭仅量吃得久一点 不如不吃久一點的話 馬上三會 後來的祖宗都還沒到 還沒吃 而且吃飯的時候 氣氛比較熱弱 吃完的話 不是這樣就這樣炒炒結束 還有很多點心 還有瓜子 還有水果 然後天氣很冷 我們就烤個火 就圍在火爐的旁邊 那天就是 不要管他什麼 吃七分飽 真的齁 九分飽十分飽 隨便你吃 不要吃到十一分就好啦 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是要保持熱絡 讓我們的這個父母 爺爺奶奶開心 讓這個坐胎稅 沖胎稅的 得到他們的紅包 得到他們的祝福 讓我們的這個列祖列宗 看到這些子孫 怎麼樣的這個有志氣 怎麼樣的有出息 怎麼樣的規規矩矩 這麼樣的明禮 很開通 就非常高興 對不對 很喜悅 是 天神看了也高興 列祖列宗也高興 人間也高興 天地人 三朝共聚一堂 其實是一個非常幸福美滿的一種畫面 對不對 那天為什麼要熟睡呢 就是因為祖宗 他有好幾天假期 他不是只有一天 也不是只有一個晚上 過年了 那幾天 他們都在人間 那麼 我們是不是最起碼那天 他們到 我們當然過幾天 我們要正常生活 我們不可能每天24小時陪他們 對不對 因為我們也看不到他們 好 那 起碼那天的我們熟睡 盡量熟晚一點 的意思就是說 祖宗也來了 祖宗也來了 祖宗雖然是無法跟我們講話 但是呢 祖宗就在我們的身旁 祖宗也感到很欣慰 然後呢 大家就熱熱熱熱熱熱 如果盡量晚一點 如果能夠到天亮最好 然後到三更半夜 如果沒睡覺 正經為座 好好打個座 然後呢 到天亮 對不對 那早早的呢 早上 初一的一大早 大家一定是這樣 拿起箱拜一下祖先 然後呢 接下來 這個一天的行程 就是早上要去拜訪 街訪鄰居啊 左右鄰居啊 臨禮、旅院啊 一樣的 到處找人去拜聯 去聊天 不是拜一下鞠躬 拿個紅包就走了 太行事了 去就是要坐下來聊聊天 帶個小小的禮物去呢 不要太厚重 太厚重就等於是在賄賂一樣 對不對 你帶個水果盒 裡面裝20萬 這什麼意思啊 對不對 現在很多貪官污吏 都趁過年的時候送這個 千萬別送 如果你是大官 你要告訴他們 千萬不要給我 送貴重的禮 不然我會不客氣 過年不客氣 就不好意思了 你要自己要知道 來這邊 帶一包瓜子是可以 大家來嗑嗑瓜子 帶一個水果 也可以大家試吃水果 整個伴手禮 對 那我們拿東西去 各位我們過年就是這樣 你送人家的禮拿過去 今天帶這個來 讓大家享用 是 那你就說 那主人 我們把這個 譬如說我今天帶一個餅乾 好啦 我今天帶這個餅乾很好吃喔 我們大家來享用好不好 他說好啊好啊 那我們現在拆開好不好啊 拆開嘛 就大家吃了嘛 對不對 是 你也不好意思拆 他也不好意思拆 那這個要幹嘛 就是買了東西 大家來 享用 好 那今天呢就安排 左右鄰居走一走啦 鄰居之間 大家 偶爾才會點頭的那一種啦 我們也要去看一看啦 然後帶著小孩到處 去問安 好各位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時刻喔 什麼時刻呢 就是大人小孩 洗禮的機會啦 洗禮啊 什麼叫洗禮啊 練習禮啊 練習禮啊 練習應對進退的絕佳時刻啊 各位像以前的王阿明 每天他的師俗教小孩子讀書啊 除了有讀書的時間 隱藏詩經的時間 他每個禮拜啊 都有一天洗禮的時間啊 什麼叫洗禮啊 比如說 跟這個長輩 走在路上 遭遇了 怎麼行禮嘛 首先第一個 走到多近 開始行禮嘛 走到多近 對啊這個很重要啊 第一個對不對 你不能大老遠還有100米呢 一直在那邊死命的呼 他也聽不到 老人家也看不到你 對不對 不必這樣吧 你重重隆隆走走走走 走到 大概我們已經看到了 大概剩下20米 我們就快步上前了 是 大概剩下了差不多10米8米 我們就開始要行禮了 對不對 好 然後行禮如果這個路很寬 我們怎麼行禮 如果這個路很窄 怎麼行禮 比如說各位我們在走廊上碰到 那天我們師俗 他們就在演練這個洗禮 然後傳影片給我看 我說這不行 為什麼 在走廊上碰到窄窄的 老師走過來 學生剛好迎面走過來 好 大概差不多到五米的地方 學生是不是要鞠躬 是 等一下鞠躬 老師好 結果這個學生鞠躬呢 他是 堵在這個路中間 把老師堵住了 堵住他的驅路 然後我來行禮 我說 你這個是成個什麼禮啊 所以應該是要怎麼做呢 不是 你要避在路的一旁 一旁 然後向老師 來行禮 意思就是 邊行禮邊讓路的意思吧 邊行禮邊讓路 對啊 就是讓這個老師 不用停止步伐 對不對 我們到了差不多五米三米 我們就行禮 然後實際上我們是側身 側在一旁的 左邊右邊隨便 我們側在一旁 那麼他走過來 他就不用停止 而不是我們把它擋住 等於意思是說 老師你停 等一下我行禮 這個不對啊 是 譬如說我們這樣子是簡單的舉例 類似這樣 然後鞠躬應該是怎麼鞠躬 鞠子應該怎麼從容 各位你們發現現在小孩子 行禮的時候 便便扭扭 腰彎不下去 連個行禮都便扭 然後快速的鞠躬 然後起來摸頭摸腳的 對不對 是不是很不大方啊 對 就沒有看到一個小孩子 蟲蟲隆隆 莊重溫和文雅 你就沒看過 為什麼 沒有練習 各位一年之中 最重要的洗禮的時刻 就是過年 小孩子看到小孩子 他會看到哥哥姐姐 他會看到父輩 淑輩 他會看到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 全部都會看到耶 對不對 是 我們怎麼為他們行禮 老一點的 我們怎麼服侍他們 對不對 我們怎麼跟人家問安 我們說些什麼話 我們聊天是什麼題材 各位這個出門前要不要交啊 是 出門前就要交啦 各位不是出於一大早才交 譬如說過兩天就要過年了 這個時候我們在家裡 在小孩 各位 教小孩不能每天說故事 對不對 每天說那麼多故事幹嘛 過年快到了 我們要不要講一下 明天過年什麼意義 為什麼要押稅錢 為什麼要收稅 要講 對不對要講啊 然後接下來 演練 我們祭祀的時候 我們對列主席中我們說什麼 對天神我們是存什麼心 這個出一的時候 我們將會見一些什麼人 我們怎麼樣去接受他們的祝福 我們怎麼去祝福人 對不對 這個小孩子除非會賺錢 會賺錢的就包個紅包給父母 還沒賺錢我們就不必 因為你是小孩子接受祝福而已嘛 對不對 你會賺錢 你除了給父母是代表感恩 你也可以給比你年紀小的 那你包一個給你比你年紀大的 也不合理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長輩 你是接受他的護幼 接受他的福德 什麼玩意兒 你是一個小孩子 你還要給你長輩福德嗎 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福德比長輩大嘛 這不成體統 這不成體統 對不對 但是兒女 你包一個給父母給爺爺爺爺 是對的 那表示什麼 雙手奉上是感恩的意思 對不對 大人拿給小孩 尤其是爺爺爺爺爺 一隻手遞給我們就很好啦 對不對 我們趕快雙手去接下來 各位這是不是要理啊 是要學習 這個是太重要了 為什麼我們的小孩變成宅男宅女 因為他怕應對進退 因為你沒有教 你什麼時候教啊 對不對 過年的時候 穿著 我們是不是要稍微講一下 最起碼整潔大方 既然是過年嘛 是萬物歸零 重新開始的一刻嘛 萬象一新嘛 我們是不是也不要說 哎呀現在我們這些人 我們也不在乎什麼新衣服 實際上我們每天都在穿新衣服 對不對 但是要洗洗澡 然後打理得乾乾淨淨 衣服一定要煥然一新 不一定要多豪華 質樸一點也沒關係 新的 起碼洗過的 對不對 有個新年新氣象 新的 我要重新開始 然後呢今年要立個字 我現在重新開始 我以前關照沒有關照好 我修心也沒修好 我良知也沒有找到 要立個字 我要立個字 我從這裡就要好好的 來學習好好的開始 對不對 這是初一嘛 初二我們就要陪這個媽媽回娘家 陪太太回娘家 是不是也是應對進退 對不對 喔對 對啊 然後初五呢我們是不是開工了 開工了是不是跟同事之間 帶個臉怎麼應對進退 跟老闆之間怎麼應對進退 是 不都是理嗎 是 藉這個機會 來建立這個社會的倫常 來復興我固有的中華文化 來重視天地人三朝共去一堂的時刻 來讓小孩呢 有一個隆重洗禮的時間 讓他去應用 去表現 對不對 他馬上就可以用了 他怎麼接紅包嘛 他怎麼回答吉祥話嘛 對不對啊 是 你看這個重不重要 很重要 不是比這個耶誕節更有意義嗎 比跨年更有意義 對 比你在那邊101前面 54321不是好太多了嗎 是 是 哎呀現在的人啊 這個 要抬頭頂胸看待自己的文化 這麼重要 而且是無比的精準 我們這個華夏民族用的是夏立 這個夏立呢 沿用至今啊 你看我們的農民力就是嘛 一定點也不會差錯 是 譬如說立春這一天啊 你用太陽力跟我們的這個陰力 是不太一樣 陰力每次都那麼準 你看我們如果說 這個 8月15中秋節 月亮就這麼大 嗯 沒什麼差異 但是如果你用太陽力差異就很大 對 這是最精準的 是 就是他有一個天地間歸零的時刻 我們就從這個歸零的時刻 每一年都可以做一個重新的開始 這個就是過年的意義吧 哇 很重大的意義哦 我們要如何復興中華文化 其實是從過年 從這個時候 我們就開始一點一滴 我們就來復興我們的中華文化 也藉由講師 您今天這樣的 跟我們的講授 剛才回答了 我們這位聽眾朋友 我們如果是在這個半個月前 已經準備說我們要去國外旅遊的 其實我們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把出國的那個機票 改為回鄉的機票吧 這麼重要的日子哦 萬象更新 就從過年這一天開始 我們謝謝講師您的空中講授 也感謝各位聽眾朋友的收聽 我們下次空中見囉 掰掰 拜拜